好 贏家观点要带您在 人生的至盛点大家午安 大家好 在11点钟 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 藤阳市台北市议员侯汉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要再讲一下 在今天俄乌大战进到了第七天 如果你看我们刚刚这个缩图的话 大家都在问 说这场俄乌大战现在到底 是边打边谈呢 那他会谈到什么程度 会打到什么时候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 本来人家外电有人在传 说3月2号也就是今天 有可能他们双方会 第二次的坐下来谈 但是呢就在刚刚 乌克兰这边的媒体 他们发出一个讯号了 说泽伦斯基他有特别的强调 如果俄罗斯方面不停火的话 就没得谈 但是同时他也说 他愿意亲自面对面的 跟普丁坐下来谈 可是呢 另一方面俄罗斯呢 他们却讲说已经警告 人在基辅的这些市民小老百姓啊 市井小民啊 要走走 原因是因为他们要针对基辅的特定目标 要做精准打击 下一步的战火是不是马上就要来 今天上午呢刚刚知道的是说 在俄罗斯这边呢 已经对于乌克兰的电视塔有发动攻击 因为有部分地区说已经看不到电视了 那战火持续的在进行 谈的部分呢现在好像 呃双方各有坚持啦 因为第一次谈完之后发现 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嘛 那怎么谈呢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问 包括了美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昨天是先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那讲的呢据说是连口译翻译都翻到山南北下 觉得太感人太感动了 可是有没有感动到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刚刚十点发表今年第一场这个国庆咨文 他当然也提到了乌克兰 他说呢普丁你搞错状况了 他要你付出战斗非常高的代价 好目前知道的是呢 他们已经呢就是不让俄方来经过美方的领空 好同时呢也这个命令说会在未来的24小时内发布 可问题是有没有进一步 因为泽伦斯基不断的跟拜登讲 我们乌克兰现在大家人人皆兵 那大家都在保家卫国 我们希望你可以说一点有用的 他的英文原话是 useful 诶换句话说 他是觉得拜登现在讲的有用的很少 是这个意思吗 不能飞过美国那顶多就绕着飞嘛 看谁有石油谁就飞对吧 看谁缺石油俄罗斯反正是不缺 绕一圈应该也会到 应该也会到 就是这些制裁那当然目前 美国呢还是都采取这些的状态 当然不会介入到实际的战争 对美国来说不会实际的出兵 然后呢还是要先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说哎呀真是很抱歉 为什么呢 因为上周才讲说应该不会打 结果马上就打了 隔天我们两个就互训了一下说 哎呦昨天好像讲错了 本来说不会起冲突的 但是呢实在抱歉 很多专家都觉得不可能打 结果突然的就打起来了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因为连马克宏跟普丁通过电话 他都不知道要打那何况我也没跟普丁通过电话 好那确实这件事战争 或者讲说俄乌的冲突 确实让非常多的人出乎意料 然后这一周呢 台湾基本上说的事情 都是在关心这个俄乌的冲突 是 那当然就掩盖了很多 可能其他的很多问题 这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我们还是先回到 俄乌冲突的这件事情 到目前来说呢 基本我们都看到是属于边打边谈 那么第一次在白俄罗斯的会谈呢 是和谈没有结果 而且可想而知 那么和谈本身对于乌克兰来说 就是争取时间的缓冲 所以是必然谈不下去 一开始在25号的下午 比较早了 25号就是刚打没多久 25号的下午 当时呢俄罗斯就讲说 好我们要展开和谈 所以25号下午呢 就停止军事行动 那当时乌克兰方面也说愿意 结果后来呢乌克兰又不愿意了 所以呢俄罗斯到了26号下午的时候 才又继续展开了军事行动 也就是说在乌克兰讲说 要谈不谈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又争取到了一天的缓冲时间 而这些的缓冲时间干嘛呢 当然就是等待西方国家更多的支援 后勤后勤后勤再来 那这一次也是 那俄罗斯呢一开始已经选定了 要在白俄罗斯会谈 甚至已经提前到了会谈的现场 那已经有下了最后的通牒说 几点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到 那最后呢乌克兰方面呢 也是东拖西拖也是讲说 我们也很愿意谈 但是不要在这个地点 所以又换了一个地点 地点换了两三次 然后他说是安全性的问题 对对对对 强调安全性问题 又换了一些时间 对所以又拖了这个时间 那么就算最后真的碰面了 我们当然也知道结果是 和谈没有什么好下场 那么和谈必然是谈不出结论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纵观整个历史上 所谓的和谈或者战争 然后要进入到妥协的阶段 基本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就是要俄罗斯彻底 歼灭了乌克兰所有的这些军事设备 已经把乌克兰完全打趴了 那乌克兰当然要被迫选择妥协 才有机会进入到和谈 那可是现在来看不是这个状况 现在来看不是这个状况 尤其乌克兰呢 他也自私认为说 那他还有主力部队仍然尚存 还并没有大规模的投入到 实际的这个战争当中 尤其呢西方的这一些物资跟军备 仍然是源源不绝的想要进入 而且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也正在进行当中 对他现在也说他要找外籍的 这一些士兵 你有志愿者 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说 日本也有70个人要加入 英国这边也已经有说 好几十个人说 之前是前北约的成员的军官 他们也要加入 所以他们还有后援来 还有一些后援过来 那当然这一些呢 都是打着所谓志愿军的名义 但也可能是雇佣军 或者也可能是放入更多的 这一些毒药跟炸弹过来 好这我们等一下再讲 也就是说呢 在一开始彻底的条件 那乌克兰呢 没有马上就打赢了 就没有把你给打趴 所以这和谈当然是不成 那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双方的冲突 已经把所有自己的国力 都给耗干了 把所有的鲜血都流干了 真正是打到打撑不下去了 那一定会让国内 可能让乌克兰的 或俄罗斯的内部 会引起内乱啊什么的 那那个时候才只好 必须得坐下来谈 那么现在来看呢 双方都还不到这个地步 尤其俄罗斯跟乌克兰呢 都认为说自己 还是有很大的一些空间 因为当前对俄罗斯来说 其实呢打的是比较绑手绑脚一点 虽然目前我们看来啊 它在似乎是平原的地区啊 都是长驱直入啊 这个坦克特直接进入 但是遇到了城市的部分啊 像是那个克尔科夫 然后那攻击的进展 就会比较缓慢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毕竟俄罗斯主要的目的 是要去军事化 那么希望是能够精准打击到军事设备 所以不要造成更多平民的伤亡 否则如果这个要纯粹要打的话 哇 那个什么重炮弹啊 轰炸机啦 然后坦克啦 哗啦哗啦哗哗哗哗 就直接下去 那么肯定城市是可以拿得下来 但是呢就会导致大量的 这个老百姓伤亡嘛 那就算未来扶植了一个 亲俄的政权 那人民对于俄罗斯 也会这个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目前对俄罗斯来说 有点投鼠忌气 打不下来 那对乌克兰来说 他当然也就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认为说 一定也要把俄罗斯的这些实力 尽量的在耗损 所以一边是打消耗战 一边是想打 但是又觉得不敢随便乱打 对对对 那尤其呢在战争的这个现场 那俄罗斯方面呢就讲说 乌克兰啊现在非常的坏 他专门在一些什么学校啦 幼稚园啊医院啊 然后摆设一些炮火 然后呢专门要引诱 俄罗斯要去攻打医院 要去攻打学校 那这是俄国方面的说法 那当然因为缺少了 就是所有的这个成功 可以谈的条件 目前都还没达到 所以可想而知 目前是谈不成 那还有第三个最关键的事情 也就是说 美国以及这个欧洲 其实并不希望 和谈要那么快的谈好 也不希望那么快的 和谈能够进行 因为对美国来说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透过这一场的战争 干嘛要消耗俄罗斯嘛 要削弱俄罗斯的实力 所以其实白俄罗斯的总统 他也讲说 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在阻止和谈的进行 那我们也都知道 那就是美国 以及这些西方国家 那不断的干嘛呢 就提供源源不绝的这些军备啦 然后以及这些资源啊 然后以及像我们所说的 这些什么的志愿军啊 那很有可能是这个真正 讲名义上的志愿军啊 那个都是名义上 为了说你看看 他们都是志愿的啊 但搞不好其实就是实际上的军队 可是他们都有强调哦 不管是欧盟 不管是美国 他们都强调他们不会派兵 不会有实际的军队 或实际的武力前进到乌克兰 这部分他们是画得很清楚的 就是后援的部分 他们可能会提供 物资的部分他们提供 可是问题是 你真的说是要派人去 帮忙他打仗 他们都说没有哦 他们没有想要跟俄国起筹路 那个都是志愿的 那个都是志愿的 所以呢目前来看 对于美国他当然是希望 能够透过这场战争 持续的要吸俄罗斯的血啊 反正死的都是乌克兰人 就给你更多的一些武器 给你更多的这些军火 各个国家其实都陆陆续续 有提供各种的弹药啦 兵器啦或反坦克的啦 或者各种军事设备 但是这些设备呢 第一其实目前呢 还没有完全的运送到乌克兰的境内 他都只是在境外 还要乌克兰自己去拿 那第二个呢实际上在操作 在使用的当然都还是乌克兰的士兵 所以最后死的呢 也都是乌克兰的人 跟死的也都是俄罗斯的人 也都完全不损伤西方的一丝一毫 好那因此呢对于美国来说 他希望和台能够赶快进行 他当然不希望 因为他希望继续打 继续打呢才能够有利于 美国未来的实力继续增强 那尤其目前我们看到比较悲观的是 接下来的战况应该只会更加的激烈 只会更激烈 第一个呢因为西方的这些制裁啊 越来越重 包含呢是祭出了这所谓的SWIFT 那感觉很严重 但后来看了一下 好像也没那么严重 为什么呢 还没有刷到他真正的筋骨 第一个呢因为他这个所谓SWIFT 基本上他是银行的结算 所以呢他抛除了俄罗斯 进入全球的银行货币的结算 可是没有禁止俄罗斯的交易 就他还是可以卖石油 我还是可以卖天然气 而且呢这个SWIFT好像没有 针对石油跟天然气 没有能源部分他完全不碰 对所以能源的部分不碰 那就是完全没有伤筋动骨道嘛 因为本来德国为什么反弹的力量 比较大说哎呀这个不要进到SWIFT 可是北市二号已经要破产了 我刚刚看你能源不破产 我觉得他有点衰 好不好意思继续继续 所以德国本来就觉得 哎呀不要进SWIFT啊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还是要跟俄罗斯啊 然后买这些能源啦 可是后来就说那SWIFT 排除能源这方面 那就没什么差别啦对吧 所以呢实际上这也没有完全的 真正制裁到俄罗斯 那就像台湾民进党制裁俄罗斯 也是一样这嘴巴上喊制裁 但是呢继续跟俄罗斯买石油 跟这个煤炭这都是一样 所以制裁呢好像是有 但其实呢对俄罗斯 这也没有到完全伤筋动骨的地步 不过当然啦西方的这些 态势越加的升高 以及军备啦援助方面等越来的加强 就各个国家都要加入 然后现在呢就连这个瑞士 本来的中立国呢也宣称加入了 放弃中立这个好奇怪 这到底哪里中立呢 他说我是个中立国 但是我跟西方下职站在一起 对吧这个就是选择性中立 跟美国站在一起才叫做中立 好啦那么再来呢就是俄罗斯方面 他也宣告了几点 第一个呢他说哎基辅这个大部分的老百姓 你赶快撤退吧对好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当然是希望说能够 针对性的就是俄罗斯呢 就是对外宣布说 我们要对乌克兰的这些什么 国家安全局啦然后特种部队啦 然后这些机构实施打击 然后特别呼吁了在这个地方里面的 员工老百姓赶快走 攻打之前不要相及无辜啦 对因为俄罗斯希望是能够用精准的武器 然后仅限于军事目标啦 那通告完了之后呢那肯定就是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嘛 所以你讲完之后呢那你撤的差不多了 老百姓该撤了撤了 你不撤那不要反正他呢 先前的各种可能比较克制的一些重武器 未来都会直接来使用 好那第二个呢也是俄罗斯普丁就说了嘛 他会把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量 好转入特殊战备状态 这个听起来很可怕 因为我们今天又看到说他家人说 怎么逃到了西伯利亚的碉堡 然后大家就很担心是 现在怎样第三次世界大战来的是不是 对啊这很可怕 其实那个什么战略威慑力量 转入特殊战备状态 可能一般人呢一开始不太了解 所谓的战略威慑力 讲白了就是核力量 就是核武器 那就是这次核武器要干嘛 也要转入到特殊的战备状态 就核武器随时都要准备拿来用了 那么核武器我们上次也说过 核武器难道是用来对付乌克兰吗 那当然不是 那核武器要用来对付谁 但就是对付北约对付美国 所以北约跟美国才会严厉的谴责 普丁你不要再乱搞啊 你不要把这个态势给升高啦 那可是显见的这个态势跟冲突 一定是越加激烈的 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一定也要尽快的解决掉这场战争 那怎么办呢 只好赶快发动更大的武器 然后更大的这些军火 立刻来解决这场战争 好那么因此啊就是在现阶段 那我们作为平民老百姓也好啦 或者说理论上应该要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双方能够尽快的和谈 一方面呢尽快的和谈尽快的解决 建立一个真正能够平稳均衡 而且是可持续的未来欧洲的这个机制 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说赶快这个冲突能够停止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希望能够减少伤亡 毕竟我们都很同情 就是在战争中罹难的无辜的人民 真的每次看到那个爸爸 然后抱着女儿 然后女儿送上车 然后爸爸要去打仗 那个真的是每次看几次就哭几次 你已经被西方欺骗了 我每次看到那种宣传片 我觉得不行 也不是宣传片 它真实的在发生 我必须要这样讲 但是呢 你还没有接收到那个不是乌克兰的事情吗 对我跟你说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就是其实非常多的专家都在告诉你 在这一场战争当中 因为包括了乌克兰 包括俄罗斯 他们双方都在发出他们自己的资讯 双方的资讯呢 其实在我们来说 我们接收到的资讯 可能是不那么对等的 有的呢你会发现 乌克兰发出的资讯都是很短很短 然后重点式的 那俄罗斯这边当然也有他的讲法 可是你如果把两边对起来的话 你就觉得有些数字上 不太对 那到底哪一边才是讲的是真话 其实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嘛 就是一个心理战 就是一个七我七敌 对 先补充到 先这个好 先进入到这块 就是什么 在这一次的俄乌冲突当中啊 资讯是非常混乱的 尤其呢 因为大家现在随时都可以拿上 这个TikTok啊 Telegram啊 然后我们都可以几乎直接在看到 设计满典 在冲突当地 然后大家都第一时间了 然后就拍下了 就是自己最真实的状况 然后或者可以透过推特 都可以看到比较即时的一些讯息 可是这一些讯息呢 大部分啊 我们所有的媒体 都还是以西方为主流的这些媒体 那么西方意识形态为首 他们当然是比较支持乌克兰 谴责俄罗斯的 所以很多的讯息啊 也会有一些不实的 会有一些错误的 那么台湾的媒体 基本上也不用攻 那么台湾的媒体 当然也是抱持着批评俄罗斯的态度 所以就干嘛呢 那就大量的转发 那这些西方媒体的假错讯息 那尤其像是刚才所看到的 你看有一张照片啊 这个什么 或者有一张有一段影片啊 哇爸爸抱着女儿 爸爸要上战场啊 你以为是乌克兰的军人 要去打俄罗斯 恰好相反 他是顿巴斯地区的人 然后呢把女儿送到俄罗斯 顿巴斯地区 要去对抗乌克兰 所以完全相反 那其实这阵子这种 奇奇怪怪的东西太多了 包含像是什么 苦林也发了一张照片还是影片 他说有一个小女孩 在打俄罗斯的军人啊什么的 根本就不是在那个地方 那或者有一大堆的 在讲说什么 湿袋啦 湿袋在地上 那其实不是湿袋 因为后来有一个人 突然打开了袋子 然后出来 大家想说 灵异事件 不是 那个是在维也纳 它是一个抗疫空污的活动 对 就是反正各种的影片 都会被冠上 好像是这个跟俄乌有关 然后呢 目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要引起 你也要去同情乌克兰 你要去谴责俄罗斯 所以这些资讯太多了 这些假的东西太多了 就是看看跟听听就好 就包含先前来说什么 哇 这个俄军的坦克 没有汽油了 然后再开带班停止了 然后被乌坦笑 结果发现那也不是 因为呢俄罗斯的坦克 上面其实都会有相关的标志 它可能会有一个Z啦 或者圈起来的Z啊 都可以知道说它到底是从哪边进攻的 但是呢 在那一个坦克上 就是完全都没有这个标示 所以这些错假的资讯 就是太多了 基本上我们就是 看看跟听听就好 尤其是最近还有 比如说这个乌克兰方面 BBC它又报导了 报导有一个平民的家 就老百姓的住家 被轰炸的稀巴烂的照片 就说你看俄罗斯好可恶 结果发现了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地方就是在乌东地区 是被乌克兰打得稀巴烂 哦 就大家问对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以来 其实将近有八年的时间 从2014年以来是 乌克兰长期的对顿巴斯地区 就对我们现前所说的独立的 宣布独立的那两个区 那两个区域干嘛 做炮火攻击 然后呢这里面的老百姓呢 就这八年来死伤平民据统计 死伤有死亡有15000名以上 所以说目前为止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冲突 到目前来看 如果以所通报的数字 平民的伤亡啊不算多 大家听到这边 不要觉得我冷血 我们先客观陈述这个事实 是说以目前来看 就平民的伤亡不算多 尤其还没有乌克兰 去攻击顿巴斯地区 伤亡的平民还要来得多 那如果我再建议一点的话 我就说那甚至也没有 就是美国然后去攻打叙利亚 跟利比亚跟伊拉克死伤的平民 还要来得多 那为什么都不去谴责美国 为什么都没有过去去谴责乌克兰呢 好 所以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 目前理论上我们都是希望说 哎呀 双方能够好好的和谈 一方面减少伤亡啊 再来很关键的是 这件事情啊 当然也跟我们的名声是相关的 比如说你看这次的冲突 什么小麦啊玉米啊 价格啊等等 黄小玉 玉米原物料的价格 就会持续上涨啊 然后这个地区又产一些 关于芯片的一些贵金属 所以未来呢很有可能 这个芯片缺 芯片荒呢又再度的持续上演 那当然啦 石油跟天然气的价格也会上涨 这些都会引起通货膨胀 对台湾对全世界 对台湾人来说都会有影响 就你的荷包都会失血啊 那当然民进党可能会宣布 洞涨啊什么 但其实都还是拿纳税钱 来做补贴 所以希望恶乌冲突啊 尽快停止啊 赶快上谈判桌 你们赶快用这个和平的手段 来解决这些争议 这才是当今的正途 可是呢 就是真正握有权力的啊 真正能够鼓励他们 赶快谈判的人啊 就不做这件事情 真正在有权力的 就是美国啊 然后以及欧洲这些国家 干嘛呢 就是他不干 他就光谴责 然后光要大家站队 说真的这有屁用啊 就好像在台湾一样 动不动就说 哎呀那你有没有谴责俄罗斯啊 你有没有深游乌克兰啊 没有啊 你看那你是不是支持沙原犯 你是不是 那光谴责跟站队到底有屁用 没有屁用啊 就像在联合国当中 那美国就不断的要求中国大陆 大陆啊 你要赶快加入谴责俄罗斯的行列 你怎么都不谴责俄罗斯 那请问一下那谴责的有屁用 有屁用 这就是打鸡血一样啊 好不好 所以先前我们也看到一则新闻 就是在一个足球比赛 有一个中东的选手 然后呢他拒绝穿反战的衣服 就是他的队友啊 他都穿了这个 no war的这个衣服 但他不穿 然后为什么你不穿呢 他说因为在中东地区 每天都有一大堆的人战死 那为什么你们西方媒体都不关注 为什么就是乌克兰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们要穿这个 他觉得双标虚位 这倒是哎 对啊 所以呢说真的 这是在这整件事情当中 最主要我们还是希望 俄乌冲突尽快的结束和谈 而不是现在还沉溺在这种 哎呀那你要同情啊 你要谴责啊你要批判啊 然后呢现在在台湾呢 就是我们稍微要谈论一点 俄乌冲突的一些背景 那在这边还是跟大家广告一下 像我在我个人的YouTube频道上 上传了一支俄乌冲突 台湾媒体不告诉你的 三大事实影片 欢迎这个 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 好所以这接下来就是 我们其实一直想知道就是 现在这个讯息持续在滚动 在发展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 好可问题是当讯息铺天 瞒天盖地而来 你要怎么跟在看电视的 怎么跟你的孩子讲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有的人其实在台湾 看台湾的电视媒体 他会觉得说就是俄罗斯 乌克兰快赢了 然后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坏 就打乌克兰 那乌克兰人就是为了他的家乡在奋战 这其实对 俄罗斯先发动了攻击 乌克兰他在为了他家乡奋战 可是他们的历史纠结的这一块 我觉得可能很多台湾人 他其实没有理解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有辛酬救混的 非常多 那不过时间因素也没不谈啦 简单来说就乌克兰 只能有说就乌克兰跟北约也没好到哪里去 就是因为北约多次的违约东扩 那俄罗斯呢在2000年 2003年2008年都想要去加入北约 结果北约说不要啊 然后呢在过去以来 然后俄罗斯也要求说 哎呀那么赶快的就让 这个乌克兰中立化 这些东西也不要啊 因为最关键的根本就在于说 这是俄罗斯要防止北约扩到自己家门口 不要让导弹部署在自己家门口 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讲那你看乌克兰 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他想加入北约就去家 他想把导弹放在自己家 他就家那为什么俄罗斯要打他 俄罗斯要坏 自由啊 那请问那古巴当年要把导弹放在他家 为什么会有古巴危机 美国为什么要反对 哎美国为什么要反对 然后美国制裁古巴60年 凭什么 哎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入侵 哎那美国如果入侵了 那请问一下 那现在会有这些舆论要去谴责美国吗 也不会啊因为所有的舆论 都是被美国绑着走啊 就是美国不能够容许 别人把导弹放在他家门口 但美国却要求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你们都要接受导弹 可以放在你们家门口 那天下有这种道理吗 所以这件事情 所以安倍晋三讲出实话 安倍晋三说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 安倍晋三讲这个话不怕被出征吗 为什么这是国家安全的这个利益啊 它是就是对于国家 它就已经抛开了一些 简单的打仗的这个是是非非 那当然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 我们当然都是最基本的 哎支持和平反对战争 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 然后呢我们也不希望有任何的 这个侵略的事情发生 可是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很进一步的说 到底地缘政治是应该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今天大家就是可能不太了解 那不过呢在这种社群媒体时代呢 大家也不是很想要上接受教育 但是我相信会 你讲你讲来我们现在在线好 两千两百六十二千三百一十一位朋友 来想接受教育的我们嘉宜好不好 不要讲接受 想听愿意听一下 听一下听一下比较理论性的东西啦 不过我相信就是说 愿意来看到我们赢家观点 应该也都是这个很有sense 很有脑袋的人 什么意思呢 因为地缘政治问题啊 它关心的是国家安全 那么国家安全呢你就不一定是看本来的这些什么道德啦 这是非啦为什么 因为呢最大的国家安全 就是本国利益才是真正的大师大匪 那美国为什么一直在喊美国优先 对啊这就是美国利益为主啊 为什么美国一直在喊美国优先 对所以这完全不是因为什么 哎呀民主自由啦 那个全部都是鬼扯蛋 这只有国家利益 你只有保障国家利益 你才能够保障国民安全 你才能够保障国民的生活 所以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立场的 所以是与非 其实看的是什么 就是利益 就只有国家的利益 然后只有保障国民的利益 才是大是大非 所以呢很多时候战争也好 侵略也好 就很多我们乍看之下呢 不道德的这些行为 然后呢你要 比如说你从美国的国家安全的角度想 他就是要这么做啊 那当然他就是自私啊 他就是贪婪啊 那可是他就要这么做 因为他为了守护他自己的国家安全 那当然俄罗斯也是一样 他守护自己的国家安全 好 那么这是整个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在未来的这段期间啊 就是总是会有人讲说 啊那到底所谓 我们应该抱持一个什么态度呢 对吧 因为对于在台湾 在目前的全世界的舆论跟风向 被西方所掌握 也就是说美国的立场 当然很简单对吧 他就是谴责俄罗斯 好吧俄罗斯妖魔化 好 o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